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朱文辉先生要分析的是 文字当头 锻造和发挥韧性是最关键的 同时要看到的是全球的疫情回升 世卫就警告欧洲在明年的3月份之前 将会增70万例的死亡个案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日前在人民日报撰文 题目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学习贯彻19届六中全国精神 这篇文章当中就特别谈到说 目前国民经济和产业循环不畅 是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 要以科技创新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 中国人民日报周三刊登了 刘鹤的署名文章 提出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相统一 文章提到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不搞平均主义 不搞杀富济贫 杀富制贫 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中 刘鹤认为要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为新产品 新技术 新业态迭代提供应用场景 推动供应链 产业链优化升级 包括要依托国内大循环 吸引全球高质量的商品和资源要素 增强供应链粘性 稳定产业链布局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更为畅通 同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文章又指出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 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 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壮大实体经济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在金融运行中 文章指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 零容忍的方针 打造规范 透明 开放 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文章又提出 要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 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维护市场秩序 并要鼓励平台经济创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市场除了在消化和解读六中全会的竞争之外 接下来大家要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年底将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因为它将会对于2022年的大政方针 做出一个基本的论调 市场都在解读目前举行的相关会议 还有文件到底释放出了哪些基调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上周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 相关的专家从座谈会当中解读出 李克强对于明年的一些政策思路 包括说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依然是严峻的 另外也谈到李克强说 会更加的重视企业 同时也谈到要坚持推动中国经济 在改革当中发展 在开放当中前行 当然要说到中国经济 近期中国小微企业 他们的一些措施 最近是受到了各方关注 因为中央尤其是国务院 出台了有三份文件 一加二长短政策组合权 希望能够帮助企业纾困 激发活力 包括了很多方面 像涉及到减税降费 还有资金支持等等 那么人民银行的官员也表示 也会继续应用货币政策工具 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并且会适当地提高 风险的容忍度 尤其是增加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的一些投放 那在23号国务院政策的 例行吹风会上 人民银行的金融市场 司长邹兰就介绍了说 下一步央行将会采取的措施 就是要把引导金融机构 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会把更多资源 投向制造业 小微企业 绿色发展等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 商务部也注意到了 对于这个小微企业 在目前经营当中所存在的 压力增大 困难增多的情况 目前有官员指出说 目前这些小微企业 有单不敢接 增收不增利 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 外贸的发展还是有很多的隐忧 不能够盲目乐观 那下一阶段将会做好 跨周期调节工作 适时的出台 新一轮的稳外贸的政策举措 那同时也看到 这个评级机构目的 对于近期中国所出台的相关政策 以及相关的监管力度 以及融资渠道的相关综合观察之后 认为说明年中国经济呢 整体是可以在疫情当中的复苏 支撑明年的非金融企业 是稳定的展望 同时也提出说 尽管呢GDP展望会从 今年的8%下降到明年的5.3% 但是呢 依然稳健的增速 会有助于非金融企业 他们的一个稳健增长 当然各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是不同的 那先问话题 我们请出 经济评论员朱文汤先生做一个点的分析 朱文汤先生目前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日益临近了 其实各方都在解读 我也看到这个香港媒体解读 可能会传递出 稳字当头的一个基调 你怎么来看 我认为呢 这个稳字当头还是很好的一个基调 因为呢 整个世界还是一个高度的波动当中 同时呢 中国内部也有不均衡 不持续的相应的结构性的问题 需要去克服 比如说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 它也是到了需要克服的时候 那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 和整个大的政策方向 可以看一下 咱们节目开始 刘鹤副总理的那篇人民日报的文章 除了稳这个基调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要继续锻造 和发挥中国经济的韧性 你看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在全球的竞争当中 竞争的就是谁的韧性最好 谁能够稳住 在冲击面前能够稳住 谁就把机会把握住了 从最开始 我们能够大量出口口罩 祭救了这个全世界很多人的命 其实呢 从产业 从企业来说 又赚了很多钱 那么到了这个今年 Delta病毒 在冲击东南亚的时候 你发现 很多这个企业又来到中国 继续在采购最需要的 像这个纺织品啊 服装啊 鞋类 那么包括这个汽车 供应链受的很大的冲击 但是呢 中国有几家 自己的芯片是做得不错的 它的产量就上来了 还有这个整个海运啊 运输等等 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韧性可能是明年 很重的一个关键词 要谈到中国经济韧性的话 依然是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方兴海 日前在出席相关的金融论坛的时候 就特别的指出 说证监会正在研究制定资本市场 支持碳中和碳达峰的一些具体措施 加大对于低碳绿色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并且的研究 要完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 相关的一些制度 在同样的金融论坛当中 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 也谈到说 中国证监会将会以注册制改革 作为一个抓手 持续的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提升市场的深度还有流动性 继续优化和拓展互联互通的跨境投资渠道 那么在这场金融论坛当中 他说了一个数字 就是截止到10月末 中国的外资持有A股的流通市值 达到3.67万亿元 那占比是大约5% 当然国际投资者也非常关注 目前中国市场是否依然适合投资 就是说目前的这些行业监管新规的出台 有没有影响在中国市场的投资逻辑 那近期的一个论坛当中 国际投资者认为说 其实国际的投资者 对于中国市场是有些误读的 包括说近期中国市场出台了 对于像娱乐 互联网消费 以及像游戏等的监管新规 其实这些新规的出台 并非是突然间就到 而是有一些迹象可循的 因为比如说像去年12月之后 中央政府就曾经对于互联网 今年的一些发展前景 做了基本的一些判断 同时在去年8月的时候 对于房地产的一些市场的情况 也曾经做过相关的判断 那么近期大家除了关注资本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能源的危机 尽管说从8月底开始 能源危机显现之后 那中央多部门已经是多挫并举 平稳了这个能源的一些保供应情况 那目前其实中央的力度 依然是不减 我们看到在11月22号到23号 李克强总理在上海考察期间 也特别考察了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 谈到说电力是经济运行的动力 要采取措施千方百计的保障民生 还有企业正常的生产用电 而各级政府也要进一步加强支持 落实好相关的政策 那同时也看到市场也在着力地发力 向中国证券网的一个消息说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正在按照国家发改委 和能源局的相关要求 正式引发了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的规则实行 就是要求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 实现全网电力的一些余缺的户迹 这样的话就可以建立起统一市场 两极运作这样的一种电力的交易模式 而多省市也是采取了相关措施 希望能够调整这个尖峰时的电价 像从10月中旬以来 先后有陕西 江苏 湖南 青海等多个省份 都是出台了相关的措施 尖峰电价的浮动上下浮动的是20%左右 其中辽宁省的幅度是最大 扩大到了25% 那近期我们看到有一些在零售业界 有一个比较爆炸性的消息 就是在中国开的第一家沃尔玛 已经是长达25年的一个沃尔玛的老店 在深圳罗湖却要宣布 将会在下个月就要正式的关店 让大家感受到 外商的这些零售企业 目前在疫情 在电商团购 还有本土竞争者的冲击之下 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 那么这家即将关闭的 在罗湖的沃尔玛是96年进入中国的 这也是当时第一家中国门店 超市也是开启了很多中国人 对于这个线下超市的一些想象 当然尽管沃尔玛已经关闭了 是有107家在这过去五年当中 但现在依然是有400多家超市在中国 其中之所以说像沃尔玛 像英国的勒购 还有韩国的这个勒天马特 他们不得不去选择关闭 刚刚谈到了一些原因 是像电商团购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是目前像房租水电费 还有人工费在不断地上涨 他们的一些利益被蚕食 留下来的外资企业呢 只能去找一些本土的合作伙伴 去予以生存下来 这是这个零售昌烧 在中国的这些生存状态 然而在美国 其实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是不佳 因为一些电商也是新的崛起 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涌现 像纽约呢 最近出现了一个15分钟送达的 一些服务的APP 这个APP呢 跟过去像这个外卖 从这个商家去拿货 然后再送给消费者不同 那么这些APP它本身呢 是有自己的货源 可以保证最快的时间给它配货 同时在路上快递15分钟内到达 所以说很多的纽约市民认为 自己家里不需要存货 不需要外出购物 也不需要冰箱 那即将感恩节将会在本周来临 但是美国的沃尔玛却宣布 将会在感恩节当天要闭门谢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疫情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不希望有大量的人流涌入 希望能够保障一线员工的安全 尽管节日临近 美国的很多零售品的商店 哪怕是日用品或者说奢侈品店 却心里是非常不安 因为频繁出现一些抢劫案 很多的绑匪 很多的这些抢劫犯 他们是蒙着面 然后闯入商店 带着一袋子的商品就跑出来 然后开车逃离 尤其是在旧金山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的多 当然在疫情之下 对于这些美国的零售商店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供应链 在今年跟不上 这也是我们近日话题的一个关键点 像美国有几个商品 他们的加价幅度是比较大 像羽绒的外套 还有电子玩具 其中像圣诞节 比如说圣诞树 整体是要加价25% 那尽管市场会担忧说 如果供应链持续紧张的话 那明年这种供求 匹配不上的情况依然存在 但是《华尔街日报》 却有一篇文章 跟大家是完全相反 它认为说 目前的现状 短缺的情况 在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逆转 就达到一种过剩 供应过剩的情况 那其中也有它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想就这篇文章 请教朱先生 朱先生对于这个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观点 您怎么来看 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对于企业 还有相关行业 包括运输业 它都要12分的警惕 因为我们知道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 整个经济的最大特点 就是忽左忽右 忽热忽论 可以一瞬之间就发生巨大的改变 从刚才这一组新闻的情况看 像零售是面临最大冲击的 因为它本身就面临这个电商的冲击 而且电商已经做成了全球第一大市值的企业 亚马逊 那么在这个疫情冲击下边 这些有实体电的 当然自己它也在发展电商 但是可能最终啊 还是实体电起很重要的 在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个假期 他们就选择呢 提早存货 然后呢 过度的增加库存 如果说出现像现在奥地利这样的情况 就可能会出现逆转 因为它传到好多东西在仓库里面 在这个货架上面 本来想着这个圣诞节 还有感恩节要卖的 突然宣布要封城了 所以呢 我看这个奥地利的新闻 就是很多人也想去买 结果就买不到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没有一个很便利的电商渠道 把它从过电商走掉的话 电商品就枯成那里 然后很连带的就会从生产到运输 这条线就出现逆转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逆转不一定是必然的 但是呢 对于整个供应链上的各家企业来说 它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才行 好 谢谢注意生点评分析 我们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回到金市财经 欢迎继续回到金市财经 来关注一下全球的原油市场 那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能源消费国呢 近期牵头要协同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那美国已经有了随心行动 表示说将会在未来几个月 要释放5000万桶的石油 听一听拜登怎么说 那这是美国首次大规模并且计划 动用这个战略石油储备 这是最大的一次 那么另外呢 市场关注到 其实拜登主要是面临政治压力 因为高价的物价 这个物价高涨 都是让民众 让选民不得不 让他在明年的中期选举日之前 来把这个物价 把油价给控制住 那拜登也说 不久之后 那美国的汽油价格就会下降 然而呢 摩根大通却认为说 尽管美国石油增长速度很快 但是只有到2023年的7月份的时候 那美国的供应量才能够恢复到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那同时 那高盛也谈到说 目前这个石油储备这种释放规模 如同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那尽管说 美国已经是牵头释放石油储备 但是油价呢 却没有出现下跌 反而是上涨 那分析师认为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相关消息市场呢 已经消化很久了 并没有太多惊喜 第二是 对于石油储备所释放的规模 感到失望并没有非常的多 那近期呢 资本市场还关注的是 土耳其货币 李拉在短期之内 一天是暴跌了15% 达到了最大的一个幅度 很多媒体说是 自由落体般的一个降落 那另外累计今年的话 那李拉的贬值幅度呢 已经是下跌了42% 这也是迄今为止 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 当然这个下跌 很多人认为说是 和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近期的一些讲话是有关系的 那么他多次在讲话当中呢 就表示说将会通过低利率政策 来促进投资生产就业 还有经济增长 坚决的反对外来的干预 那么自从这个2019年的 阿尔多安已经是因为政策分歧 撤换掉了三位央行的行长 而另外一方面看到 土耳其的通胀率却是高企 接近20% 这也意味着说商品价格飙升 本地公司工资是严重的贬值 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那近期呢 土耳其的很多民众也是走上街头 抗议要求政府下台 甚至在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也出现了防暴警察和抗议者 发生冲突的情况 而这个情况不只是说 是发生在土耳其 那很多像这个新兴市场的 央行行长也认为 如果向全球的通胀继续上升 而这个发达经济体 却出人意料加息的话 那么外国投资者最终会抛售 新兴市场还有前沿市场的 一些资产 这将会对发展中国家 造成一些不成比例的伤害 接下来我们请教这个朱先生 朱先生这个土耳其货币暴跌 也不是新闻 但是连续下跌 连续三个月都是 这个这样跌跌不休的情况 您怎么来看 有没有解药 林丹妙要 埃尔多安他认为他有 就是降低利率 而且呢他把这个上升到 政治高度 他提了一个口号 要向一战 这个当时啊 奥斯曼帝国分裂以后 土耳其人民自己团结起来 自主斗争 然后形成了这个 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 要发挥那个精神 赢的这场叫经济独立战 他的林丹妙要就是降低利率 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我们说呢 这个恐怕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而且呢整个金融市场 现在就给它一个最大的打击 跌这15%超出我的想象 原来呢我们说 它这个下跌是缓慢的 是我们叫连续的下跌 不像这个突然跳水式的下跌 以前咱们分析 还是在11里拉对一美元 突然到了13 那这里面就回到土耳其本身 它的经济体制 它的经济结构 有没有足够的韧性 去吸收这个冲击 你后来发现是没有的 土耳其到目前为止 它的经济还是不错的 它的增长率可以达到9% 然后另外呢 它的外贸 经常账户是有盈余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土耳其本身 它老百姓的存款 有一半以上是外币的 这样就对它可以减少冲击 但是呢 这个反过来 老百姓有一半的存款是外币 又会造成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外逃 我就着急赶快把它换成外币 所以最终呢 就是会资本或者是这个钱 它用脚来投票 躲离你 就是对你投下不信任票 所以呢 埃尔多安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我是很希望他能够 在这个悬崖当中 把这个马给勒回来 但是现在看来呢 他还是义无反顾的 要往前冲了 好 谢谢周先生 那新经济体呢 有新经济体的烦恼 然而呢 发达经济体 也有他们的烦恼 尤其是欧洲 那目前那几个国家 都是遭遇着疫情的反弹 甚至呢 引起了 社会组织的一个关注 社会组织预计说 到明年的三月份之前 如果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 欧洲的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将会再次增加到70万例 新冠肺炎会成为欧洲的头号杀手 那么甚至在英国呢 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是第三波疫情的超额死亡潮 这个超额死亡潮是指的是 和新冠没有关系的一些 额外的死亡率 主要指的是像心血管疾病和中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些人因为害怕去医院 害怕因为去医院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在家里却导致了延误治疗 导致死亡 那尽管呢有人说 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说 人们在疫情当中 寻求获得医疗帮助的时间比较晚 那现在英国呢有话说 英国呢和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 好像他们的住院率是比较低 感染的人数呢也不是很厉害 那这个他们认为是 他们找到了灵丹灭药 就是阿斯利康 尤其是对老人的保护力 是足够的长 当然这个还有一些 这个国家在想的是 欧洲的疫情 可能会对于经济 会造成一个持续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朱先生的是 那目前欧洲疫情反弹 您觉得尤其是在美国其实也一样 哪怕韩国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对于第四季度的全球经济 会造成什么影响 应该说影响会比较大 而且是朝这个悲观的方向走 你从全球的这个经济反弹来看 咱们原来预计的路径啊 就是中国首先反弹 第一第二季度很高 然后美国呢第二季度 希望第三第四季度 欧洲来接续 但是现在看来呢 欧洲呢是接续不上 欧洲的很多国家 现在已经开始封城或者半封城 就咱们刚才讲的 像零售的案例 奥地利 第一封城之后 你就发现百货商店开不了了 你传了很多货也卖不出去了 那么这个经济肯定就是往下走 所以呢等于说 欧洲它还没有实现 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反弹 到这个新冠以前的 这么一种高峰状态 就掉下来了 但掉了多久 会怎么一个掉法 很重要 就取决于英国 它这个全面开放之后 到现在英国也没有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来限制 不像丹麦原来宣布完全放开 连夜总会酒吧完全都放开 什么都不要 现在又开始局部的限制 但美国那边呢 有些州还是有这个自主性的 虽然很多州还是继续放开 但是美国人决定今年这个感恩节 还是要全国去旅行 还是要回家去和家人一块去度过 那么英国为什么它重要呢 一个就是英国从7月下旬放开到现在 感染的数字虽然在4万5万 甚至可能还高一点 但是呢 它说它的住院率和死亡率 就是低于欧洲其他的同样的国家 那么所以呢 刚才那个阿斯利康就说了 那个越南老攻击我 现在看来 我的这个疫苗是比你们要管用 其实呢 有另外一种说法 那就是英国因为它早就放开 或者说原来约翰逊 他就不那么认真的对待这个病毒 所以它的群体啊 自然免疫率 要比德国要比欧洲其他国家要高得多 所以你在伦敦找个人来验一下 它这个抗体可能发现都是有抗体的 不一定是打疫苗形成的抗体 而是自然的 而且这个自然形成的抗体 可能又比疫苗的抗体呢 时间又长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英国会不会出问题 会不会出现这种死亡的人数过多 或者是住院的人数过多 又让医疗系统面临重大压力 选择封城 它其实考验的是 整个美国欧洲这个体系 对于疫苗到底有多大作用 因为从韩国的情况来看 确实是不妙的 韩国那个文章 我们为什么最后一个把它选进去 就是发现 韩国人自己研究 现在住院的60岁以上的人 80%都是完成了接种的 所以韩国人就是呼吁 赶快去打第三针 好 谢谢朱先生的点编分析 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